高雄街头爆发了行车纠纷 由一名驾驶涉嫌追车 在车道上下车理论 疑似是不满骑士在上一个路口挡道 超车之后认为对方挑衅嚷嚷 愤而拦车追问 另外来看到惊险场面 还有双载骑士 埋了一箱矿泉水 后座的乘客竟然直接坐在上面 高出一截 被说好危险 骑士直线往前 突然一步自小客车刷过来 从左侧横接挡道 来个紧急刹车 轮胎摩地还冒出惊人白烟 随后驾驶下来理论 我们怎么 我们这样子就很危险 双方似乎稍早又就分 我已经停下来等你 没有需要让指示这样叫 我们只是唱歌而已啊 看来是不满骑士嚷嚷 没想到对方说只是在唱歌 你这样看 驾驶听了摸摸鼻子离开 但飞于突发状况 车道中暂停 警方通知车主道案说明 恶意逼车行为 如果情节严重 有可能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 疑似不满骑士上个路口挡道 超车后认为对方挑衅 一时冲动 最高收三万六千元罚款 至于骑士被指一度逆上 警方也将检视影片 另外新兴区 以为特技表演 却是真实上路 两个人买了一箱矿泉水 似乎是脚踏颠放不下 一想天开放后坐 乘客再往上坐 脚悬空没任何防护 让人看了 先驾驾 掉下来旁边的人 我也闪吹也跟着摔车 这个真的很麻烦 我怕被他撞到 警方说机车负载物品 未依规定最多罚六百元 金额不大 但生命很重要 危险动作 千万别尝试 记者徐轩荣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